原歌是最近新上线王者峡谷的一个英雄 说起来,原歌这个英雄,在操作难度上面,真的是让很多的游戏玩家都感觉到了绝望 据说,这个英雄目前是整个王者峡谷操作最难的英雄,就算是曾经操作难度最高的关羽,现目前也要在原歌后面 因为原歌的技能实在是太让人摸不着头脑了,所以说很多的玩家,都在这个英雄的身上吃过亏 甚至于,包括王者峡谷内的很多的游戏主播,都是被原歌的连招给逼疯了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去看一看,到底是哪些游戏主播,居然这么凄惨吧? 那一,剑仙作为出手游戏直播平台内,颜值和技术并存的游戏主播 剑仙的名气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大的 但是,就算是剑仙,也真的是被原歌的连招给逼疯了 在训练营里面,剑仙挖掘原歌的玩法的时候,就已经身败名列了一次,在训练营被阿科给秒杀了的这种事情 剑仙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说,然后在之后,玩原歌的时候,剑仙也是经常说,这到底是什么鬼? 总之情况确实是比较尴尬,可以说是被原歌折磨的最惨的一位主播了 那二,张大仙在原歌这个英雄身上,张大仙成为了一个纯粹的娱乐主播 说起来真的是有点让人无奈了 网传的原歌的各种玩法,什么143322连招技术 张大仙反正都是认认真真在对局里面,尝试了一遍 不过,张大仙也确实是没有研究出来一个所以然 反而是局势一度尴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那三,孤颖孤颖是现目前最有望成为荣耀主播一哥的一个游戏主播 剑仙就算是孤颖,目前也是被原歌给逼疯了 怎么说呢?孤颖本来的游戏技术还是很给力的 但是现目前孤颖已经发展成为不知道原歌的本体和傀儡到底有什么差别了 走着走着孤颖就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释放技能 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了 所以说在对局内孤颖玩原歌的场面也是一度让玩家们不认指使 原歌的连招和各种玩法,目前都还在不断的研发之中 说起来也是真的心疼这些被逼疯的游戏主播们